把那個剛剛的部分把它推回來好了 所以我把它稍微 或者我乾脆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得1複製一下 那這個的話把它改成L1N好了 假設我用L1N L1N這個函數 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當然我把它恢復 恢復的話就是原來是index嘛 所以index 然後把那個什麼呢 加1後刮弧這個把它去掉 理論應該到這裡打個勾看看 它後面多一個後刮弧 OK 我把它先恢復一下 貼過來後面剛剛多一個後刮弧 不過它蠻聰明會自己幫我修正 把它恢復喔 原來是這樣吧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L1N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L1N喔 OK 這一串如果你實在是不OK的話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這個其實就是在這裡啦 這一串 你可以複製貼過去也可以啦 好 那我盡量就是說呢 可以把這些公式熟練啦 以後你的工作就會輕鬆了 那比如說第二個 我今天希望呢 用L1N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一樣把這個公式解像 第二步的話其實直接插入mid就可以了 那mid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剛剛有用到 那我們就直接把剛剛的公式貼到test了 意思說把這個字做一個切割的動作 那切割的部分的話 頭跟尾 尾巴其實就直接輸入99 什麼意思呢 後面的字我都要 可是問題我要第幾個字 當然是第六個字啦 只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輸入第六個字的話 那後面的部分喔 不可能每一個 像這邊路直接冒號 日期從第六個字開始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姓名或公號或內部號碼的話 那當然就不OK 所以喔 這裡是關鍵點 那可是我怎麼知道 應該要取第幾個字喔 其實可以從這個欄位名稱下數 比如它這邊四個字 四個字加兩個字 姓名是什麼 一樣嘛 兩個字再加兩個字 一樣會取得流這個字 公號內部號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 STAR NUMBER這邊加一個L1N 刮弧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就指向這個D1 跟它講說 裡面幫我算一下裡面幾個字 得到四個字 那你只要怎麼樣 再把它加二 為什麼加二呢 因為冒號一個字嘛 得下一個字 有沒有 那就是我們要的位置 一樣嘛 找到這個姓名兩個字 的後面這一個 那就好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向右 向下 OK 不過你會發現喔 向右 OK 但是向下為什麼不OK呢 向下為什麼不OK 有沒有發現一個地方 一定要鎖起來 什麼地方呢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的列 有沒有 它入職時間的位置 一定在D1嘛 有沒有 那當你向右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一定要變1 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是 這個是 D1嘛 這個是D2嘛 1E 1嘛 F1 一類推 但是你往下的話呢 應該還是要D1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我這邊喔 已經變2了 下面變3了 所以喔 最後 有一個地方非常重要 如果你希望向右 向下的時候呢 不要加1的話 怎麼辦 記得喔 在1的前面加什麼 前的符號就好了 這個蠻關鍵 最後 非常容易出錯就在這裡 OK 那你想說 那老師前面 D要不要加一下 D要加嗎 你如果加的話 變怎麼樣 每個賺起來都四個字 那不對啊 這兩個字耶 OK 字數不一樣 就記得喔 只加上1的部分打勾 我們把它向右 再向下 OK 那結果一樣嘛 就把這兩籃嘛 把它什麼 就把它調一下 就大功告成了 那相對的話喔 如果跟剛剛的那個5比起來的話 它的最大好處喔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公式明顯短很多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你們可以稍微再參考一下 剛剛的這個5比 有沒有 然後在LE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